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成为人类的得力助手 在中国到了20世纪末期 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计算机开始逐渐走入大众视线 大量办公电脑、家用电脑 以及网吧用机的使用 使得整个IT行业芳心为哀 计算机及周边配件产品 在中国大陆逐步兴起 发展到今天 计算机已经由原来的奢侈品 转变为日常生活用品 据2014年度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49亿 计算机普及率达到48% 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使整个计算机行业发展迅猛 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市场上计算机品牌已达数十种之多 用户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变化 使计算机从外观到使用功能都在不断创新 样式上 从最初单一的台式机 逐步发展为各种款式的笔记本 平板电脑 掌上机 功能上也区分为商务机 学习机和游戏本等 满足了各类人群的使用 计算机是一种配件多 程序复杂 维护难度较高的科技产品 大多数人虽然会使用计算机 但对计算机的保养和维修知识了解不多 通常出了故障 无从下手 只能求助于专业人员 最初计算机的保养和维修 属于售后服务的一部分 但随着计算机使用范围增大 使用率持续增长 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扩大 计算机的拆装 维护逐渐由幕后走到了前台 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行业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许多用户在购买时 首先追求计算机的性能 其次就是看重售后服务 如何科学选购 使用和维护计算机 成为用户群普遍存在的问题 因此了解和学习计算机组装 与维护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 未来计算机如何发展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